余天宇 李雅萍的爱女余怨琪 21日因癌症复发病逝 享年39岁 从她2014年发现罹患直肠癌开始 不只余怨琪本人 余天宇家人 尤其身为父母的余天宇 李雅萍 更是承受着一波波不小的打击 我们毕业了 我们毕业了 我们毕业了大家 祝你生日快乐 你说小孩子年纪轻轻 然后就得到这个癌症 癌症 真的会想不开 是… 我一听到说她得这个传癌的时候 我心里就要想 为什么不让我去得 因为我这个年纪来得也差不多 怎会给小孩子年纪这么轻 然后去得这个症状 我在思考问题 然后她又是一个最注重运动 然后最养生的一个小孩 也是家里面让你最不烦恼操心的 对… 对吧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想起来就 没事…我很健康 你看… 那边 你看 好漂亮 非常地漂亮 我给你们看照片 嗨 你叫什么名字啊 她们想好名字 真的 她们想好吗 我不知道 应该这样 第一次化疗结束的四年间 余天宇 李雅萍 见证了女儿结婚生子 原以为要迈向幸福的路上 并魔却再次上门 我感觉心情很烦 我本来想说 我不能不来 还好你就咳嗽 不要哭两个 不要哭 我不哭 不要哭 我不哭 我不哭 不要哭 可是… 嗚 嗚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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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曲奇要做完化疗 最后一次 哎 哎 哎 这个其实… 成功了 成功了 有一天她 我接到她的电话 等于… 算是歇斯底里的声音 跟我讲说 妈妈 你不要讲任何的 一个… 一个问题 这个是因为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决定了 我要放弃 我们全家人 每个人知道她末期的时候 那是全家人 每个人哭啊 尤其亚萍或我在家里 我看她每天都在哭 那我还要安慰她 我又不敢哭 我是等她们都出去 我自己偷偷流眼泪 尽管再次宣布成功 2021年 过年前一天 余苑琪定期回诊后 发现体内又有癌细胞复发 不止余苑琪本人错愕 余天宇 李雅萍更是受打击 当天 就当天我就 听到的时候蛮难过的 然后 我就跑去二姐家 我就直接开车到我二姐家 我去看 然后我进去以后 我发觉她的心情 没有不好 我们不会为她太担心啦 因为旁边的人要更加勇敢 那你大哥跟雅萍姐的反应 一开始我妈也是有点drama 就是还是一定的 一定会难过的 可是 可是 后来二姐回到家里以后 她自己 自己 有面对 然后可能情况 并没有想像中这么严重 然后去做完化疗 可能就差不多会好 所以 我们希望是这样 二姐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支撑下去的 I d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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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没有关系 二姐 二姐也很希望你开心 她有跟我讲 她也很希望你开心 妈 你知道吗 所以你的健康 你的快乐 你的幸福 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你只要好 妈 我跟你说 妈 我跟你说 你只要好 你的心情只要好 吃了一下东西 二姐一定也会好 好不好 妈 而接下来这一年 历经化疗 开刀 余恩奇的病情 是好是坏 让余天宇 李亚平 活在担心 与害怕之中 有出不停的面 台湾 台湾 和你死 君的面 我有问过医生 她说她这个可能 有很多在肺里头 她现在又检查出来 肺里头 之前就又爆开来 你知道吗 哎呀 以前本来只有0.3公分左右的 现在已经 检查出来已经到了 一点多公分这样 所以可能还要再 下个礼拜要去做 检测她的基因 癌基因 因为基因检测出来的话 就可以针对 是适合什么样的药 去杀这个癌细胞这样 是之前有提到她说 好像不想要再化疗 这样会不会 不是不想要 是没有办法化疗的 她已经做了 70次的化疗 有抗药性 所以没有办法化疗 无法化疗 余天宇 李亚平尝试 一切办法 就是希望女人 能坚持下去 心力交瘁之下 连自己都病倒了 其实我知道她是心力交瘁 就等于是 为女儿的事情 晚上也很难 很难睡得很安稳 就是所有的医生 对于起急的病情 都束手无策 癌症已经不满全身 我只希望我的女儿 我谢谢大家给她的集气 我希望她的病能够好 让她有多一点的时间陪她的小孩 陪家人 尽管双亲不断呼喊 余燕琪病情持续恶化 身为艺人的余天宇李亚平 在最悲痛的时候 依旧现身面对媒体 保持礼貌 令人十分不舍 现在是困难的 有点 有点 就是 遇事不適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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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现在她的空间 她的空间 她的空间 她说我们回去 可能会吃个晚 她也总是不安上的 因为 她的太多人不好 她有刚刚提醒过来的地方吗 她有刚刚提醒过来的地方吗 她也是 就是用比如 叫我 叫我让她走 我怎么省的 我怎么可能感到的 我说不可以 怎么会 我说不可以 怎么会 结果 手机往后 她老公跟我讲 Gerry跟我讲的 我说什么时候 怎么可以签 牽這個東西 再怎麼樣也是 可是牽都已經牽了 我也沒辦法 雅萍姐的看法 你也是絕對不會放棄經濟的嗎 我們他人怎麼可能會放棄 對不對 因為我兩個小孩怎麼小 我們是絕對不可能放棄 如果有其他要 多貴都沒有關係 我們借錢來也要把它治好 對不對 怎麼可能放棄他 自己的小孩怎麼不可能放棄 你知道嗎 8月21日 不顧于天宇李雅萍的苦苦哀求 老天爺仍然帶走了於願棋 剛剛走 我們早上還滿好 很遺憾的 情況就很嚴重 我們本來小孩子就真的 三個月 師父 跟最近 李雅萍的苦 unnecessary 利 законч 好,脫離痛 他在這個癌症中心十年的時候 很難受痛苦 很可憐的孩子 放輕的走了 剛剛下去,先送到一斤人的禮堂 享受福利 我們交給仁人 剛剛帶走 他們的平輩的人送他回來 我們這兩天他已經說話都講不出來 尤其今天根本就不能講話 他前幾天有入了黑衣服 擔心了還是小孩 還是小孩 我們也是擔心小孩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到底也擔心我們兩個好不好 我要再哭了 你哭了嗎 我兩個哭了 才說你不要哭了 放下,放下吧 我已經跟他喊了多少次了 你看好了嗎 那你派人 我們現在去看著 看他住的家,好不好 你好嗎 你不是在吃嗎 你看енты 你也沒有這個不太好 我一定想問她 不知道你坐在家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